最高峰有六間茶餐廳 一個星期七天 我每天都可以去不同地方睡 現在只有一個人 因為他對我付出實在是超乎了我的想像 歡迎收看港男港女 Hello 你有試過認識到很有錢的男朋友嗎 沒有 你是故意的嗎 不是故意的 避開他們 有錢不行 有錢一定是壞人 認識不到 沒有這個本錢和本事 我沒有這個機會 不要這樣說 你可以的 不要亂說話 這次是一個老闆 很有錢 他認識很多女的 但是在疫情下 公司就很大困難 那些女的原來都會起變化的 我們看看他 那些女的數目會起變化 我們看看他的變化是怎麼來的 Kenneth 你好 嗨 你好 我知道跟疫情有關 社會環境有關 可不可以簡單地說一下你的公司是什麼規模 大概什麼背景 那會全都穿了 不如說一下 不如說一下你最高峰和現在的差距有多大 最高峰有六間茶餐廳 每間茶餐廳都二、三十人上班 你可以有數可計都差不多近一百個員工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 那你那些 不止了 不止了 是二百個員工 之後之後疫情 疫情 疫情真的 很慘情 慘情到我 所以我只差一點點 我就是 這麼多間全部收拾 哦 即是還沒收拾 真的蝕很多 是蝕很多 嗯 不想全部收拾 不過還在蝕錢繼續做 現在只有一間是收拾 是 但是蝕著這麼做的 即是都負數 蝕著做 一定是蝕著做 負數 還在蝕著 還在蝕著 那好了 說回你的感情史 那你就 疫情前又怎樣 你的 你的規模又怎樣 疫情前 哇 疫情前真的 想起很開心的 即是 即是 那時候有那時候的風光 我會形容 一個星期七天 我每天都可以去不同地方睡 其實全部都是我的 不過是租的 不是賣的 即是 有六七個女兒在手 一天一間屋 租給她們住 那我就可能說 每一晚都不同 可以租賣屋給她們 真的 你星期一至七都不同樣的 你簡直是皇帝那些翻牌 今天翻誰 翻牌子 那這個是最高峰的時候 最燦爛 最微爛的時候 你剛才說的 他有個詞語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那時候 風光 那現在呢 走了 現在沒有了 疫情 我還可以租到這麼多層樓嗎 沒有 全部都沒有租的了 那些女兒就 真的很現實 真的 很現實 我可以告訴你 我不知是否只是香港 還是世界的女性 都這麼現實 現在只有一個 走了 只有一個 我大膽問一問 你租就租七個單位給她們 但是你 人數應該不止七個 即是你 左玩右玩 是不是會還有其他人 當然不知道 只是看這把笑聲 我估讀到後面有幾多 幾大群人 即是大合照 揚光那些 ok 我少說 ok ok 那現在只剩一個 走剩Susan 誰 你當她是Susan 這個名字挺好 這個是我們 我們節目御用的名字 Susan跟了你多久 四年 四年 Susan 是不是七間屋裡其中一間 是 沒錯 其中一間 ok 她的一間都算是第二內那個 ok 最久那個都走了 是第二內 她是 她是最細心的那個 我可以形容 是 還有她給我動力 令到我 即是 為什麽我不會整理 都是因為她 是 即是她說 如果你整理完 你就不能回家 如果你還有一間 你嘗嘗 她跟我說 我們一起去捱 一起去 用這間茶餐廳 再回家 即是她不怕跟我去捱 即是我覺得 好感動 即是在這個 人生叫很低谷的位子 是她令到我 想繼續去再搏多錢 而她是唯一 你身邊的人 我想問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 她知不知你在付錢 她知道我想 幾乎破產 ok 即是說真的 那時候有錢 那就不怕了 不斷洗錢 我都會買一下袋 即每個月都會定期給他們 這個人是 我不會說她省家 她都喜歡賣東西 但是其實她剩下的錢也很多 她都有跟我說 不如你拿回 你之前放在我那裡的錢 即是那些袋子 就在賣給她 就繼續放回去 知道 可不可以這樣幫到我 即是那些感動 真的 真的哭了出來 那時候 哭了出來 你知不知這個社會是多麼不公平 什麼不公平呢 那些這樣的臭小子 都被你撿回一件 這麼好的女人 到處玩 玩到大合照都拍不完的女人 你這樣也有一個留燈在你旁邊 還拿回手袋出來賣 嘩 又像你 我哭是因為那個女生 不是因為你 嘩 哈哈 你又搞哭了是不是 不是 是那個女生 Susan Susan搞哭了是不是 所以我 我 我程度上你這番說話 都打了自己嘴巴一下 不是所有女人都說現實 總是一定會有有情有義的人 現實那是你 有錢走來玩女人 現在輸了錢 現在輸了 你當然沒有 你沒得玩 你不是一個疫情 你現在還在玩 跟我通這個電話 你通這個電話 說另一件事 我替你高興一件事 我都要罵的 你這些臭小子 叫輸打贏要 贏的時候 有錢的時候 就玩一堆大合照 都拍不了那麼多女人 好了現在輸了錢 這個女人 你就抱著她 她願意跟你捱 你想想 你多幸運 上天多不公平 如果上天公平的話 疫情之後 你應該要一無所有 現在還有一個女人 你不知道 我是問 現在你是不是會認真 和她 認真用心去和她發展 和她走 她是能夠和你共苦 為共患難那個 一定不會再去玩 只是專心對她一個 希望你說得出都做得到 我很怕你有一天 東山再起的時候 是 遺忘了你的這個承諾 你又租得起那七家屋的時候 你是否真的肯定自己 不會去租呢 這一刻說是不會 一定 因為她對我付出 實在是超乎了我的想像 你身邊那麼多個都走光 都是因為這個男人 搞不定 她破產了 即是不讓我再找到她 都看得出明白到 有些人是現實 但是原來也有一個人 對我 是真心的 那個感動程度 是會大過一切 對我是你 不管3721 娶了她做老婆 是她的 我也是這樣想 難得你真的在抓緊 是呀 如果你不珍惜 她走了你也不要怪她 是呀 那些人說笑地說 一個人身上的魔法術 不是很多 用完就沒有了 你用了很多法術 才可以拿到這個女人在你身邊 你不是一輩子都這麼幸運 是嗎 不過真的替你開心 沒錯 我很珍惜 雖然遇到這麼大的困境 但是真的 其實不會關掉你所有窗 她都會給你一些好的東西 一些光給你看到 在這件事上 當然做生意我不懂 我就不懂 但是我覺得 有人肯陪你一起 跨過這個困難的話 我也希望你是可以跨過這個困難的 而且也可以跟Susan修成證明 雖然我說你壞兒 也祝福你 人生總會錯誤一兩次 回歸正途都是一件好事 我跟阿米一同祝福你 希望你跟她 謝謝 不要這麼說 拜拜 都是一個Happy Ending 這樣聽嗎 就是一段短幾分鐘 聽到是一個Happy Ending 所以之前有些人說 女人都很現實的 我找不到女孩子 其實都有的 就是你未遇到 總是有這樣的人 這些都算是甜蜜 又不算是妻美 雖然她經歷過一段淒涼的時刻 一定是很辛苦 她經歷過很風光的時刻 然後就砰一聲 但是砰一聲 我覺得人是很難接受的 但是在這個時候 其實你才看到 誰是人 誰是鬼 我相信除了所謂的女伴 我想生意兼朋友伙伴 都看到很多東西 就是她沒有主動分享 沒錯 中國人那句說話 路遙之馬力 日久見人心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覺得這個故事是好看的 分享給你身邊所有人 尤其是情侶這些 大家看看 原來是人是鬼 發生的事情就會知道 我都很喜歡 就是我經常都跟同事說 就是順境的時候 你看不到一個人的優點 一個人的優點 只有逆境的時候才看到 嗯 原來你有困難 我才看到你這麼勤奮 原來這個是一個勤奮的同事 我 就是當 這樣說 我在Susan 就算我和你 不是繼續走下去 嗯 可能在這段時間 我都會選擇陪你跨過 嗯 即將來的事就 將來就算了 但是這個時候 他不扔掉你 他有他的道義在那裡 嗯 即這個女人不是單純 要你的錢 嗯 那些優質的生活 是 而是他一定真的有情意在你那裡 嗯 很好珍惜 好 大家在下面留言寫個留言 怎麼看這件事 是的 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女人呢 男人呢 也是 是的 那如果你也有一些經歷 故事想和我們分享 其實Capture是由我們的電話號碼 可以WhatsApp我們的 是的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鐘 就會有第一時間通知你 看我們的新片 好嗎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